写字之前先进行观察 我们来观察一下天这个字的结构特点 首先整个字是一个上窄下宽的字 所以我们写这个字的时候 上面的两个横不能写太长了 撇合那儿要进行舒展 整个字是一个梯形结构的字 那我们来尝试着练习一下 首先短横是从轻到重 大概在上半格的中间开始书写 接下来是中横比短横略长一点 这两个横稍微要进行倾斜 左低右高 接下来是竖片 末尾出锋 那儿画从轻到重 带一个那儿角 好 这是一个天字的写法 五字中间的竖块是倾斜的 横折的竖画也是倾斜的 这是一个重点 短横和横折 这两个横画要对齐 在上半格的中间先写短横 从轻到重 竖画要倾斜 横折和短横对齐 折画也要倾斜 接下来是长横 长横的宽度是上面的2.5倍 或者是2倍以上 底横物斜 我们再来看一遍 从轻到重 竖 横折 长横 那么写这个字 我们要做到逐笔突出 这个字的最长笔画是斜钩 斜钩需要做到斜而不倒 下面的部分呈现一个阶梯状 所以整个字呢是左边短右边长 先写一个短撇 横画扛肩 左低右高 竖钩写短 提画和横画对齐 朝上方竖写 斜钩比较长 略带弧度 撇画的位置要稍靠上 中宫收紧 这个字不应该写得太胖了 左右结构的汉字 观察两边的大小 左低右高 右边的竖弯钩比较宽 上面这三个竖画 要做到多数等距 所以它们之间的间隔是相等的 横折钩的宽度 是竖弯钩的一半大小 在撇的中间写垂落竖 横折钩 扛肩 竖画 稍长 在字的最上面 竖弯钩 稍宽 是横折钩的两倍 这边的竖弯钩 这边的竖弯钩 这边的竖弯钩